他去凤县的院子里头 就是干几次 让我狠狠地骂了几顿 你还笑嘻嘻地 说我吃醋 我吃什么醋啊 他这么为我着想 为家里头着想 都把二哥哥给关起来了 我什么醋都不吃了 主任 我 怎么了 侯爷被扣在宫里了 明儿 明儿 主任 给 如啊 拿口参汤来 儿子 出发今日做了二哥最喜欢银鸭羹 老太太还吩咐 要额外多放些呢 二哥 您来品尝 什么羹 银鸭羹 这是您最喜欢吃的 哎 哎 哎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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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二哥 哎 你 你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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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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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开门 二哥 二哥 请慢用 大蓝 独立 大蓝 将军 将军 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一定要去见见我家侯爷 一妹 我勤去求情都无人大礼 你若去怕也难成事 不行 我一定要去 你是命父 自是能去达内 我这就去替你准备拜帖 线下就递上去 明日多半就有结果了 没用的 宫里已经聚走五封拜帖了 实在不行 我就去闯宫 可别想木杀呀 他们王家能敲灯文骨 我就不能敲灯文骨了 他们王家的女儿要杀我 那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 我这个受害人证还没死呢 难不成 就由得他们家 这样颠倒是非黑白 就诬陷我家侯爷 知道了 小桃 不是 我给你干车 明蓝 明蓝 不能这么干 你真是糊涂啊 光潜眼下也是一时之气 你就这么闯了宫 再把事情闹大了 光潜将来 就算有下回护之心 话也难撑下去了 那我怎么办 这是 难道要我困在这歪头 在这漆黑的夜里 等他 等他不知安慰 不知生死 我妹妹 你进不了宫 我妹妹 你还不认错 我让你不认错 你就这么笨开封府去了 你母亲 你祖母 还有你老子 都要被你痛死了 你姐姐妹妹 还有你弟弟的前途 你也都不管了 你还一驾十三名 你忠孝礼今 记住了齐哥 为您救错 是为重 就你懂 你最忠 为家陈天 就你知道 是为重 全家就你最孝 为 你做得多 是为礼 我让你说 我让你还嘴 没法变美 好 是为天 我就打你个宗教礼今 打你 你还为家晴天 诗为孝 在生家的田都要塌了 我年少的时候 咱们圣家败落 受尽白眼 我发宏愿 要光大咱们圣家的门楼 我刻骨上进 这才有了尺寸之功 那我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可你呢 怎么 咱们圣家 你只要咱们圣家 受那康王氏的拖累 一败涂地吗 长辈 你是身受圣倦的人 眼看着就是一条 未及人臣的路 你都不要了吧 好 好 你不要了 那你也不顾咱们 圣家洗身口子老小吗 给我拖出去 你给我捆着 给我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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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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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不会真信那些混账事 都是顾侯做的吧 你也不用旁敲侧击 来试探我 那顾二 也是混账到头了 官家近日多有尾壳 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他故意弄出这些事来 弄得朝廷打乱 仗着跟我家英哥交情 肆无忌惮 凶器拿不出来 每日里头 就指望官家袒护 王家说的都是谎言 王家说的都是谎言 小秦氏和他是一丘之合 我家官人做有罪责 可他也是护其心切 难道要他看着有人要杀我 就什么都不做吗 什么白家家产 杀子杀父的 都不是真的 他们说一半 没说一半 说的那一半还都是假的 杨娘 您信他吗 我自然是信你家故侯 可如今 王家真真切切死了个女儿 这事 也说不过去 杨娘 白家和小秦氏 是想拆了我们家 拆掉陛下和他的助力人啊 明神啊 娘 明神 明神 好孩子 你的苦楚我都知道 一切就交给陛下圣财 你先回去等消息 娘娘 明蓝 娘娘 你这是什么样子 你松手啊 暗子该审就审 可关在这宫里 算是怎么回事啊 娘娘 他 他 他也不会跑了 你和陛下要是不放心 大可以派进去 去我们家院子里 看守就是了 娘娘 娘娘 你这还有没有点王法了 娘娘 你快松手啊 王法 王 王法就该有 自调阎某的说法 王法就该有过有乏 有功有赏 娘娘 娘娘 我们夫妇两个人 为了 为了陛下和娘娘 是担心结律 早就已经得罪了太后 明蓝你论说什么 你快出口 娘娘 请娘娘体谅她 请娘娘可怜她 产死不足半月 就于此事 娘娘 这宫里都是太后的眼线 她在这里怎么能安全呢 你胡说起什么呀 娘娘 舍娘子 我知道你跟顾侯 为我们做了很多 可现在 的确死了一位重审的官隽 听话 你放心啊 你先回去 等消息 娘娘 是 是我 谢谢娘娘 是我家夫君 替先帝 送的继位证书 别打呀 替旧斩辑 是我送的继位证书 娘娘 你胡说 明蓝 娘娘 明蓝 你敢借我一个小次 来人 来人 快把这个丰富给拖下去 慢着 你回去避些东西 去内殿 看一下顾侯吧 老爺 上次听你说啊 你家大娘子喜欢镇守 娘子般的平阳招公司 我瞧她就是个 骑马打仗的性格 这回可好 在我母后的寝宫里 撒坡 逼得我母后 实在没办法 但让她过些时候 过来看你 高兴了吧 拜托 他撒坡了 他真是撒坡了 你在不在当场啊 我要是在当场的话 我早把他轰住去了 你也没在当场 你 你跟我啰里巴说什么 赶紧 赶紧 找一个在当场的人 来给我回话 这有什么好回话的 这 这怎么没好回话 我大娘子 从来没给我撒过坡 我从来没见他撒过坡 你你你 你你你赶紧走 你赶紧去找人 过来给我回话 不 你疯了吗 去去去去 去去去 赶紧 赶紧 我家叶哥这辈子 真是命苦 从小没了亲娘 以为后娘是个菩萨 谁想到 他脸一抹 竟是个妖怪 他爹爹对他也不好 他爹爹对他也不好 满娘这杀千刀的 竟然忍心骗他 我当他苦尽甘蓝 娶了夫人你 那谁知道 谁知道隔壁这 这些混账 他也不放过他 这些天我在家 插下药的 也没得动静 我太不重用了 嬷嬷 我能救他的 我又终于能救他的 夫人 大娘子来了 想和您单独相见 大娘子 名丫头 你其实这是 担心你 不要说那些虚的了 如今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呀 大娘子想我怎么想 都是我的错 母亲跟我说过多少回 不让我同大姐姐来往 我就是听不进去 如今酿成大祸 连累了你家侯爷 母亲知道家里出了事 百般哀求了祖母和父亲 才特意从幼阳老家 暂灯射免回来看你 又怕王家生气 只能黑一夜行 六妹妹 你看母亲多关心你啊 是 是 这一路上 我细细打算了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万一你家侯爷 夺爵以后再何离 那这孩子可就是罪臣之子了 我 我知道我说这些话难听些 可是做母亲的 总是替孩子多打算些 大娘子 您说的这些话 我知道 就算是极其心境的人 也很难开口 您也是冒着风险的 您是为我好 我 我 我就说你六妹妹听得懂啊 眼下来 我爷还没有获罪 死时何离 住到家里去 你还是圣家女 孩子也还是圣家子 长百近来也很有长进 日后也会有前途 这孩子 有着亲舅舅庇佑着 谁也不敢说他半个字 你若心爱孤儿 那 等这事完了 还能两相情好 若一直不完 这孩子 你还能保住我 这孩子也是他的孩子 是啊 我知道 您说的都是肺腑之业 可既然结为夫妻 自然就该同生同亲 同心同命 这孩子 咱们这一家大的老的 吃吃苦没关系 可你这孩子 还在强保之中啊 母亲 原先都是她护着我 如今 该我护着她 明儿 你家姑爷这么疼你 那要是知道了 我会伤心的 我心意已决 我将会不会啊 我会不会不会啊 我会不会啊 我会不会啊 你 没想到这儿炭火这么足 看来这皮咬子 是派不上用场的 如果还是留着吧 万一夜里你冷着 还能盖一盖 这棋盘我怕是用不上 我还是带回去吧 那书呀什么的 都是戏本子 南雪 你就看个乐呵 倒是跟你这儿的书步冲突 你这儿 我是怕你冷 要不我还是带回去 我现在就冷 我这么没关系 我之前以前 我听说 你跑到皇后娘娘那儿去 撒调打滚了 是 你高兴了 我知道你为我着急 还差点想闯内功 我心里头高兴 比穿什么飘子都高兴 那往下回来就不带东西了 只在你面前 打两个鬼就好了 这是你娘亲手给我做的 我当初不知道 你会是我的官人 他要是知道你是他女婿 指令在上面绣一个老虎 你小时候可比现在活泼多了 那你还记得那时候我的样子吗 我就在想 投胡的时候我觉得 这傻妖的骗子 会挺 没想到你还投的特别准 我记得 我记得你在扬州街上 替我阿娘找郎中的样子 一直都记得 我也记得 我心里一直都是感谢你的 但后来发现 要感谢你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了 我最要感谢的就是你啊 因为她生了你 我让图二根石头 在整个变局都找过了 都没发现白大狼 和曼娘的踪迹 他们呀是最好的匕首 如今我又被关在这儿了 他们怎么可能让你这么轻易地找到呢 他们做了那么多冤孽 总能找到的 还是有周四马旗的 咱们合理吧 百丽书我已经写好了 和离书我已经写好了 连同家产期结束我都也写好了 忘了还我哪 我会把石头和兔二留给你 让他们保护你 照顾你和孩子 石头这小子 看上你那傻丫头小头 他们俩两情相悦 你给签个谢 成全他们吧 你要秀我 合理 不是秀 合理 等我放出来 我再给你娶回来 你当时娶我的时候你怎么能说的 你还说要做我的天做我的地 你现在 你现在说要修我 如今 你 王家和秦家 还有建院 背后都有大娘娘的势力 世锦监 对我的事也是传对废祖颖阳 说我张扬跋扈 自食公告 随意杀人 不受审判 管家 管家现在也 他猜忌桓王 就是猜忌你 来 你 你觉得你一定会被夺爵下云 所以 你非要和我合理 太后现在一心想扳倒 管家那儿 有心思不定 一心想扳 不 уд 你不愿意 他不愿意 世锦监 他要跟周 Bang 你不愿意 支持我 你不愿意 电话 你 你跟着我是有危险的 你不为你自己想想 也得为你祖母想想吧 她身体刚好 为了这事 再着急上火 她可怎么办 我祖母是莫风浪没见过 那还有孩子呢 容景 长嬷嬷 我只能指着你了 我只能指着你了 我就想好了 我若是死吧 孩子就交给长白哥哥抚养 横叔当初你也是 你要长白哥哥 给孩子当先生的 那一大二就 就不麻烦别人了 这什么死不死 咱们孩子还没取名字呢 没想取吧 叫团歌 我和孩子等你回来团聚 老婆 尝尝 尝尝 妈 喝 你还是合理呢 我不管 同学 你还要合黎吗 合 合 后面的日子那么长 如今这节日过不去 日后也过不去 这孩子总不能一辈子 在成员这福洛窝里过着 他刚出事就能见见试您 也挺好的 但是顾婷叶 你可想秋露了 你一旦合黎了 要是再回头 我就不要你了 不要我 不要我你咬谁 袁若已经成亲了 那我 你们事实上又不单是只有 他齐国公家有小公爷 郑国公家有 汝王府家也有 汝王府那儿子今年才十二岁 腾说你是签了何黎初 你 我 咱们 咱们 咱们一别两宽 日后我怎么着你也管不着了 再说了 洪文哥哥还没娶呢 我记得当日我在马球场上 求去你的时候 我告诉你从此以后 再也不让你受任何委屈 你 我 不让你嫁给我 这委屈 使我得比以前更多 有时候我在想啊 我真 真不该这么强取豪夺的 都这么大一个圈子 把你取 取过来 你如果现在嫁给齐恒 嫁给贺洪文 说不定 只有归伪的争讨 不至于像我顾家这么 这么 都光血雨的 我没嫁给别人 不只嫁给你吗 行 还是嫁给我好 是不是 你也不要太着急 王王与你家侯爷如此交好 又是我们将军的外甥 就算看在香火情 以后找关家娘娘 讨个人情的 眼下还是不要提人情 就只说冤案 能找到人证物证 只要能找到其中一样 就能拖延一些时间 那是圣旨 是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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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廷叶听旨 是 殿前司副都指挥室 武康军节度 扬州 扬州管内 观察处置等使 持接扬州驻军室 扬州刺史 上驻国 宁远郡侯 十亿一千九百户 十十封三百户 故庭业 被遇先帝 酌在幼府 屡三世之戎 赴万中之路 不思中尽 以达荣宠 美自虽以护权 酒包藏 而四夕 鲁莽不察 枪杀官妇 为力贪拙 夺民家产 张书俱存 罪状甚注 恶技满盈 丑生沸腾 罔之内省 自卫非孤 撩蛮狂辈 从古喊闻 上师隆于列侯 使有殿于清朝 其顾廷叶再生官爵 七次官封 并亦削夺追悔 顾廷叶入狱 致秋后佩丽 两千里 侯爷 接纸谢恩吧 不 大人 大人 他是冤枉的 大人 大人 他是冤枉的 大人 侯爷 侯爷 大人 一路 一路 二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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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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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 吴相 一路 一路 都这么晚了 穿这么深的衣服 要去哪儿啊 我去见一位朋友 你自幼不会说话 都在你脸上写着呢 母亲既然知道 又何必要问 那尚明澜 一家旁人为妻 她丈夫出了什么事 都与你不相干 你还去做什么 母亲不要想歪了 如今宁远侯获罪 谁不躲着顾家大门走 生怕牵连 怎么偏你 非要去淌这趟浑水 我姓二叔无罪 站住 母亲 你怎么在这儿 在这儿 看女儿 我认为你 请脑筋 你出口 你这儿 自己的 争承的 但这种享受快活的事 我肯没忘 听说 樊楼里有间铺子 新做了雪花酒 竟是用去年的初雪做的 回头啊 我给母亲带一些回来 烧了热 过着冬日里头 正难为了 你说你每天都在忙些什么 该好好陪陪妻子的 这都会忘 官人今天要是 再反悔 我可要撒泼哭闹了 换身衣裳再去 天这么晚了 穿这么黑 小心让旁人踩着你 我去给你拿件衣服 果然看上去好像不太高兴 改道 不去烦楼 去成员 官人今天坐立 官人今天坐立 不安 可我知道婆婆的脾气 是不会让帮你出来的 官人现在高兴了吗 那我也高兴 曾经在这儿 伯母 你要大会儿 有没有 未必还是 有没有 你 那是 不必要 还是 添加 和 你家太夫人 还有另外两房 我见过他们几次 我是神油的灯 你一定要度下小心才是 我明白 我已想定 要写一封状子 痛臣冤情 去敲灯文谷 可敲灯文谷 便会闹得不可收拾啊 刘妹妹若信得过 不如将诉状交给我 我替你递上去 若敲灯文谷不成 我就去扣太命了 他们既不怕事大 我也不怕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这就是和关家对上了 太后定会在后宫里 高兴地放抱住 我替你递上去 我递会亲自 递到陛下手里 这是我顾家的事 零应我顾家的人前去含冤 假借他人之手 未免显得不太诚心实意 也不好向小公爷 再牵连到里面来 也好 请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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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变来覆去的牛皮官司 这官家有回护之心 也无回护之力啊 夫人 你从不是鲁莽蛮干之人 为何这次 我 我没想这么多 准是觉得 就算是博命 我也要跟这案子拼到最后一步 你这是关心则乱 若没有新证据 夫人不如不告 何真说得对 又妹妹 物求一击击中 不能莽撞行事 那个白家 还有 还有那个叫 苏玛娘 对 这些人我们都帮你找找 若有新证据 就归到一起 这几天有人给我下药 还没查出来究竟是谁 什么 这是好事 我明白 害我的这些人 和害我家侯爷的这些人 一定是有干系的 就算没干系 只要逮出了机会 就到陛下狱前纠缠 现在官司混沌 只要把这水饺混了 我们就有时间收集证据 总比在狱前说旧情的好 好 这话说得不错 刘妹妹 你现在之所以也对不着人 是因为人在暗处 你在明处 不如 把家里弄得乱些 越乱越好 越乱 那人就越想下手 他若不想下手 他背后的 也会逼他下手 就算我不想乱 也有人要砸我的乱 好 一朝花开帮流 寻想无弥停后 纵影朝下般迂回 风雨啄不透 一人共唱笑首 太高兵泪难流 尽数松把墨回首 五语碎可透 昨夜夜树风舟 浓水不消残酒 十万钻裂人缺 大海淘依旧 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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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容淑